奔跑八十第八期相当可以了 三个游戏体力智力都有 即使没有四名牌也可以看得十分过瘾 这场争夺其实是员工和老板的PK 因为薪资是老板决定的 所以个人需要谈判 而李旦这个老板就比较厉害了 李旦白烂靠周身帮忙 绳子松弛折腾白露 职业素养何在 这三点看出一个人的品质 靠周身帮忙 在第一个游戏人体足球中 李旦的表现可真是差劲啊 这个游戏是相当耗费体力的 杨迪直呼 我胳膊已经脱臼了 连大黑牛李晨都喊着 好累啊 可有一个人却让人敬佩 他就是白露 连几位男士都喊着累啊 可白露却一声不吭 认真的在玩游戏 整个人都被带跑了 手忙脚乱也没有半句怨言 结束之后 还要进去整杨迪 确实挺佩服他的 再看一下李旦 细心一点就会发现 他旁边多了几个人在帮他忙 没错 就是周深 而且正在上面的人是baby 这么亲的一个人 还要大家帮忙 太过了 虽然他充当着老板角色 可那是节目需要啊 真以为自己有特权了吗 在猜谜的游戏环节中 李旦也是最先放弃的人 这个游戏也很简单 就是根据表情符号猜答案 只不过加拉纸压板而已 对于纸压板 可以说是跑男嘉宾的噩梦了 谁见到小竹笋都会连连摇头 在这一环节 杨颖和白露表现聪慧 每道题基本上都是秒过 当木板开始移动时 白露和baby仍然一心在答题 胜负于极强 眼看木板就要到极限了 李旦于是就直接放弃 跳了下来 而白露和baby却还在木板上挣扎 虽然答题已经是最多的了 可李旦也太摆烂了吧 这么怕止压板的吗 在最后倒水的游戏环节中 李旦这队可以说是占据绝对优势 因为共有四棒 而他们刚好是四个人 其他两队均是三个人 看杨迪这一队的表现 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周深一人担负着首尾两棒 虽然他很拼 但真的有些狼狈 水在半路就洒了很多 最终的成绩是4.8升 还是相当不错的 再看一下李旦这队的表现 尤其是李旦本人 和白露做对比真的是差劲啊 同样是拽绳子 白露使足了劲往前走 而李旦的绳子却是松弛状态 白露为了拽绳子被杆子击倒了 而李旦却在哈哈大笑 白露焦急的说 你绳子都没直 你近一点 到了第二盆水时 李旦还是没使劲 白露绳子扯得老直了 基本不能前进 而李旦的绳子仍然处于松弛状态 可他还在那儿笑 真的太过分了 人家一个女生 你这样折腾人家真的好吗 连杨迪都看不下去了 吐槽道 每一个盆子都是人家扯过来的 你那绳子都是软的 李旦仍然在哈哈大笑 虽然最终还是李旦这对赢了 但对李旦的表现和个人品质 真的是不敢恭维啊 一个大老爷们 一出力就要靠别人 他是怎么好意思的 既然来参加跑男这种户外节目 肯定能想到会有很大的运动量 那就有点基本的职业素养好吗 摆烂只会让自己的资源越来越少 造成负面影响 大家觉得呢 作为为歌而战第二季的收官之战 这场百赞音乐盛典 汇聚了一群实力派的知名歌手 可谓是群星惠璀 星光翼翼 备受歌迷喜欢的天籁之音周深 也作为暗乐之友来到了节目现场 他以一曲唯美深情的纪念 纪念全场 一开嗓的瞬间 仿佛把人带回到18岁的那个夏天 纪念是由来自于创作才女 雷雨昕创作的一首歌曲 歌词中满是青春年少时的回忆与憧憬 之前爆火过一阵子 周深的嗓音空灵且纯净 非常适合演绎 纪念这首歌的意境 最近的周深很忙 不仅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云歌会 还作为飞行嘉宾 不断周转 忙碌于各档综艺之间 包括你好星期六 奔跑吧 为歌而赞等 不愧是劳模打工人 这几档综艺风格不同 定位不同 但周深都凭借着不俗的音乐实力和高情商 将各个节目完转的游刃有余 难怪会被粉丝们戏称为被唱歌耽误的综艺卡 当下娱乐圈里 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热衷于参加综艺节目 毕竟歌手也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和曝光度 才能人气不减 在众多忙于营业的歌手中 周深恐怕是最积极的那一位了 他的最高纪录是曾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 参加了23档综艺节目 像是之前比较火的青春环游记2 令人心动的over2 明日之子乐团记等都出现了周深的身影 他的活泼个性 高情商和自然娴熟的抛街耿记忆 让他成了嘉宾中的人气王 而在这次的百赞音乐盛典 周深的助阵也是晚会的一大亮点 一身干净纯洁的白衣 美轮美奂的声线 细腻空灵的嗓音 周深一曲动心 将所有人都拉回到纯净青涩的校园时光 恋恋不舍 回忆悠长 为歌而赞不仅让新人歌手圆梦 还为歌手和普通观众之间 搭建了一条面对面沟通的桥梁 确实 这档综艺友好真诚 温暖励志 虽然百赞团成员的某些评价很毒舌 但也为歌手带去了鞭策和激励 让他们听到市场最真实的反馈声音 鼓励音乐人进行新的尝试和改变 为歌而赞第二季已经圆满落幕 期待能有第三季节目的到来